说到安全帽看准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比库比炫 所以呢客制化的安全帽现在很夯 一顶要价至少两万五千块钱 有业者一个月就能够卖二十几顶 这个营业额近账大概有五十几万元 安全帽造型白白环 鬼头线条还是图腾 想来点不一样的 看过来 无论是这种赛车型安全帽 还是这种火焰型安全帽 还有这种金葱款安全帽 告诉你一下安全帽不想撞帽 客制馆正流行什么图案都可以 从灰剧涂面到颜料上色 每个细节都马虎不得 还得搭配上客人爱车的颜色 评估加上揣摩手工客制的安全帽 一顶要价两万五 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 来讲可能就是二十件一批这样子 以及大概至少五成左右 收到商机专打高档定制安全帽 营业额五十万 实领至少二十几万 看准了现代人比酷比炫 安全帽当然不能马虎 房间还有这种蜘蛛人造型的安全帽 甚至是骷髅头造型 喜欢武打的李小龙也很受欢迎 如果是小女生 还有这种西瓜 草莓或兔耳朵的安全帽 因为没有妨碍他人安全 这种类型的安全帽 警方不会开罚 但要注意这些安全帽 有无阻碍行车视线 可别为了耍帅而酿祸 专屈人的时间 这边我们台北参谋到